小金刚不听话被他爸爸狠狠地教育了 这点小伙将拉满香蕉的车停在路边 谁知道天上生出一只巨手 坐满香蕉的车被拿走了 原来是小金刚他把这车当玩具小车拿走了 在自家的地里玩得不一跃不 他用小汽车狠狠地装机山坡 玩得别挺多得劲 金刚老弟一巴掌给他扇过去 整天就知道玩玩玩 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钟了 不准玩了去把那堆香蕉吃了 吃不玩不许玩听到没 小金刚也是个刺头 明显不听话 我偏玩咋的 金刚老弟明显度的 看着儿子越玩越起劲 一巴掌将车子拍成了铁饼 小金刚哭得稀里哗啦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老弟看着悲伤的儿子心里也不是滋味 没必要这么绝情 于是他从土里掏出了小车 没想到车子还保持的挺完整 车门也没有变形 小金刚看着父亲高大的背影 难道老弟发慈悲啦 谁知道老弟其实很严格 直接把车子溜出几公里远 把尿尿的小哥吓一跳 我的香蕉去哪儿啊 大 好 谢谢大家